三国有许多出名的谋士 其中名称最响的当属卧龙和凤厨了 曾有人言 如果能得卧龙或者凤厨其中一个 就可得天下 虽然两人的名气一开始一样响亮 但卧龙可比凤厨架子摆得高 刘备三次上门求他 他才慢悠悠地出山 凤厨的运气就比他差多了 没人请他就算了 他还自己去寻找山主 先是投奔了曹操 没想到曹操不把他放在眼里 再去孙权那里 孙权也没有重视他 最后又随了刘备 等于三家他都跑遍了 只有以仁慈为名的刘备 不肯破坏自己的名誉 才勉强接纳他 其实刘备同样不喜欢凤厨 原因就是一个 他长得太丑了 别说现代人看颜值 古人也会看颜值 这三个大英雄 并不相信长成这样的凤厨 有多大本事 那么庞统究竟有多丑呢 书中描写他去见孙权的时候 孙权见到的是一个浓眉鲜鼻 黑面短然 形容古怪的人 人说相由心生 孙权见庞统长成这样 料想他为人肯定也不端庄 像周瑜和诸葛亮 哪一个不是英俊潇洒 让人看一眼就有安全感的 自汉末未尽以来 就连朝廷选拔官员 也大多选平头正脸的 他们可以代表朝廷的形象 所以长得丑的庞统 不招人待见 就是这个原因了 不过这些萧雄们 毕竟见多识广 心胸不会狭小道 连个人都容不下 孙权之所以不喜欢庞统 也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外貌 而是他太过高调了 他贬低周瑜 抬高自己 本来他就是没有立下任何攻击 以这样的姿态来与孙权交往 孙权当然不喜欢了 当孙权问他运生所学的东西 是以什么学说为主的时候 庞统不在乎的说 不必拘齿 随机应变 他不以为然的态度 引起了孙权的不满 听起来有怪孙权没见识的意思 孙权自然不爽庞统这样的态度 便抬出他最得意的谋士周瑜 问庞统说 你厉害还是周公井厉害 庞统也没有正面回答 只笑着说两人所学的东西不一样 虽然庞统这么说 未必有歧视周瑜的意思 但在孙权看来 他的不正面回答就是不屑 心里更不喜欢他了 已经打定主意 不用这个人 于是叫庞统下去了 聪明如庞统 怎么可能不知道孙权的意思 只好常探隐身离开了 鲁肃见孙权不用庞统 忙进去问是什么原因 孙权告诉他 庞统只是一个狂人 要他来做什么 如此说来 孙权是看不得庞统的狂了 不过除他之外 其他的谋士也很狂啊 诸葛亮就自比管仲 乐意 也没听说有谁不喜欢他 当孙权打发庞统走的时候 也没有把话说死 后来反而是听了鲁肃的话 才下定决心不用庞统的 鲁肃说庞统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 是他劝曹操把船绑在一起的 这才有了这场经典之战 而孙权却认为 赤壁之战并非庞统的功劳 周瑜就献出了许多绝妙的计谋 要论第一也该是周瑜 如今鲁肃偏说是他 孙权心里更排斥了 孙权没有接受庞统 除了因为他长得丑之外 还因为他为人太过狂傲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所以才没有得到重用